就是说我觉得首先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要客观的去看它 也就是我们在我们中国的这些scientist的科学家 就是说在政府里工作的时候吧 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把自己更多的做为了一个scientist 而不是做为一个government officer 就是这方面就是说因为我所在的这个agency的话 我们有很多的training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该是怎么去做 因为就是说一些权力机关就是说 所以说对这些training是非常严格的 那我相信就是说像Sherjan他们对LindsayChain 好像对这方面的training不是很严格的感觉是 所以说呢就是在有些事情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 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们是根本是从scientist的角度出发的 而不是从gurment的 您可以介绍一下您在哪个机构做scientist的工作 很方便 那就是说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首先就是说 我们因为是很大不是在做三个游戏 所以如果在这我们六分钟吧 我们自己首先要去保护自己怎么样去follow它的运货 所以follow它的regulation 然后就尽量的就是不要说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只是不scientist 我只是做一种的就是说是science才能看得起来 那首先我们自己要知道吗 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很多华人的科学家应该是有一些提醒 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事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做的 就是说陈霞芬的案件 它这个细节可能有些规及有些做法也是进入了模糊地带也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说我们是不scientist 我觉得就是说对了 我们很多在更純粹的上来讲 我觉得这次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 那就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美国对于华人的这个science来讲的话 它本身来讲的话它不可避免的一些bias 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跟中国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所以呢就是说它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它肯定不会像对美国本土的科学家这样子 本身assume就是没有问题 它现在就是说如果多少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对白人呢 就可以加上这样的话 它可能就没有事情 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它会特别的小心 特别最近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为这个hacking 就是从中国来的这个hacker 不说hacking就是很多的政府employees 所以说最近的这个说非常非常难 我想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是很好的 那我们本身来讲的话就是 我们必须就是voice up 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气氛的发生 对这个hacking 就是unjustable treatment 或者方面要发生 另一方面来讲 那你觉得最后就是展望一下陈嘉芬这个案件 您是对它前景怎么看 是能够比较圆满的解决呢 还是说又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或者悲剧 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谋逝在人生的十百天 所以就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但是呢就是实现很多情况下是out of our control 好的 尽力而为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